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阿阳 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阿阳历险记 第249集 又是漫长的打过刷经验时间 不过总算是升到了33级 待会儿就去看看 附魔台会不会眷顾一下我 给我刷新出想要的附魔 嘿 小月 怎么 钓鱼钓完了 嘿嘿 终于给我钓上来一本附魔术 刚好还有保护书信 哎呀 不容易啊 自从钓鱼比赛开始你就一直没停过 差点都给我钓兔了 拿到了经验都让我升了好多几 不过还好拿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那回去吧 先把这本书附魔上再说 我看看先附魔在哪件装备上比较好 嗯 先附魔在头盔上吧 这样头上还能亮闪闪的很好看 OK 我的钻石套装也终于有附魔了 那我们去看看附魔台 我也破续需要再来一个保护附魔 我也要看看 钓鱼的经验正好还没有 先把头盔拿下来看看 哎呦 没有我要的 再放书 哎 保护寺 哎 可以可以可以 黄天不负有心人啊 赶紧拿青鸡身附魔上 嘿 还赠送了一个耳钓 待会就去附魔的头盔上 小悦 赶紧了 来了来了 我来瞧瞧 哎呀 我这裤子上可以附魔一个 爆炸保护4和保护2 哪个好呀 附魔保护吧 使用心更广一些 你看我附魔的都是保护 好的 听你的 哦耶 又获得了一个新的附魔 那我现在回地下室 把头盔附魔好 终于获得一套完整的附魔装备了 这下可以出发对付附魔影龙了 小悦 小悦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做附魔影龙了 你可别得意忘形啊 我觉得最好还是再做点药水在身上备着比较好 什么质量药水啊 迅捷药水之类的都非常有用 哎 说的有道理 那我先去拿点甘蔗 做一些迅捷药水 哎 只有10个甘蔗了 哎 不过够用了 甘蔗不仅可以制作成纸 还可以制作成糖 再拿下玻璃制作玻璃瓶 去海边接点水 接了满满好几瓶水 哎呀 给我一些空玻璃瓶 我也去接点水 那给你 放上水瓶再放上糖 那你怎么变成了平凡的药水了 你是不是又忘记放地狱油了呀 哎呀 你瞧我这记性 重新放上地狱油 再把平凡的药水换成水瓶 开火 这回肯定不会弄错了 粗制药水加糖 才能够变成迅疾药水 成功出炉 可以增加20%的速度 不错不错 再用红石延长一下它的使用时间 OK 完工 我瞧瞧 还可以制作哪些药水呢